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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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他是像机器人的孩子 还是就是正常的孩子 那么他就是一点一点的去激活他的 就可能最开始就是四肢的一个激活 然后呢是一个感受的激活就是新的激活 然后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头脑的激活 最后但我们希望他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有利的一个也是锋利的一个思考的能力 因为我们人需要这个东西 但是呢在他不是一出而就的 他可能是先他参与这个世界有些感受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他真的是比较强烈的感受的基础上 再到达到达那个思考的那个这样一个境界吧 或者是这样子一个目的吧 这样他就不会是一个比较单向度的人所谓 他呢也会就比较健全健康 我们最终的口号呢 教育为健康 真的是健康 人我走的路各种各样的路都是不同的 但是我们引导他的能力或者培养他的能力 有的是我们把教育的目的和负责说他的本质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提升社教育之幸福生活的能力 给他折起来或者两个交叉可以放得稳了 单独一块板放得稳了 是不是这样再打开板 你看如果这两块板这样固定在一起 是不是他就老了 可以用各种方法清楚了没有 用板把思路再打开一点 所以说说说用木条搞不清楚 使用这个板折起来 折起来折起来 行不行了 你看上面一样长现在你四十整个像个一样长得高好 刚好放进去平了 我这个不是 你看没有 这两个是不是 你倒过来 你折一下你看看 折一下 你们已经刚才做了实验了 你看到没有 用纸做实验不是更简单吗 你发现没有 这两个是不是一样的 其他一样的就是对的吧 所以为什么我鼓励他们做种地啊 以前我们办学的时候也买兔拉机啊 让孩子们到地里去种地啊 他当一个踏踏实实的农民 而且他利用了很多新的技术 新的技术有的时候现在他会理解 有的时候不一定有时机会啊 聘请啊 购买别人的服务啊 干嘛我什么都学会呢 好把这个概念让我们建立了以后 就不像一样的 这就比较好 这就幸福生命的能力 2 2 3 哦 哦有地下呀哦 地下的装什么板呢 门吧 装门嘛 或者装盒板 那这个 装盒板 好 装 这装盒板 好,放点,放点 长度合适吗? 不 怎么合适 拿去才挑 卖水 依然于哪里的呢? 得这里的 怎么用的呢? 你们怎么设计啊 不够了 怎么办? 怎么办? 那我们的目的不是让孩子当画家考级 我们是希望他有一定的思想 有一定的自我的一种表达能力 这是我们的教育目的 现在画画画一张老虎 你像大分村那些工人们画老虎 直接先用打印机在底下打个底稿 或者投影机把投的那种大幕上再去开始画 已经很简单了画写实绘画 你今天让孩子学到的技术 我们三十年前学到的技术 现在全部淘汰掉了 对不对 各种语言各种工具全部淘汰掉了 你现在让孩子学一门技术 等孩子二十年之后三十年之后再用 等于那技术烂在手上 根本一点意义没有 实际上用一句最简单词大家都明白 叫退一步海阔天空 就你人就会变得你的思维方式 你对这个生活 你对你的这种人生追求的目的 你会有很多新的理解和认知 一撇一纳我理解精神加物质 这是我对一撇一纳的这种理解 而不是纯粹的一条线 那我希望人丰富一点 你不知道好东西 那你白赖到这个市场 这好东西包括精神的也包括物质的 我是这么理解的 当然你是一味地追求精神 还是一味地追求物质 你只有这么多时间 稍微适当地调整一下 那我希望我们能够见识的更多 这对你 不管是对你自身的这种生活 生活方式和是对你的创作 都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苏格拉底对话记得第一步 然后其实对我整个影响都挺深的 所以我觉得里面其实是讲到一个 就是说一个教学法 就是苏格拉底 他其实不证明回答你任何问题 对 然后对他通过对话 就是比如说美德问了这个问题 你觉得美德是不是能被教 那苏格拉底问 美德你觉得美德是什么 他其实是一个引导我们去做这种 批判性思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口 那么我觉得我很受益 然后可能我觉得我的体会就是苏格拉底 可能是想通过这样的对话的方式 一步一步循序见面去引导美德去思考 其实这就是一种学习的这种方式 那么我就想用这本书 因为它对我意义这么大 那么我就给孩子们试一试 就失败了 这样子的书籍可能 就是有些高中生他会去看 甚至初中生他会去看 那他本身就有一个自趋的 一个想探索的这么有兴趣的这个 驱动力 但是对于很多现在的高中生来说 他们可能觉得对于比如说哲学 或者是西方的一些文学或者社科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误解 就觉得这都是个很玄乎的东西 我觉得普遍的一些认为 我就是比如说你说我我是学哲学 人家是 你是学哲学 太行而上 要么就觉得就是很高深 跟我生活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但其实接触了 其实才知道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点点地 他们一些思维 他们一些思考问题的方式 是我们学哲学最受用的 对我最受益的不是说 我们学的他们文史哲这部分的东西 而是科学和数学对于 是开始了一个新的这种大门 就我们的 就我们普遍给外国人的这种印象 中国人 印度人 东亚的人 数学很厉害 对吧 但是我们其实数学厉害在于我们能够执行 我们能够计算 很厉害 但是我们从不思考 这些原理从哪里来 然后我们从不思考 他为什么会要做这样子的一个算法 就是他要做出这样一个东西 但是我们学校 其实我们在读原本的时候 我们在读他们的原著的时候 他就会把他的一些算法 他的一些推演的过程 一步一步一步 阐释出来 那么其实我们学习的就是他们怎么去探索 探索新的东西 我们学习他们怎么去学习 其实从不同方面去开花学生 我觉得是通识教育很大的一个用处 可能在学校里他强硬的让我开花 我反而就是到了社会之后 或者是课后能够去接触 和欣赏和以一个就开放的这种心态 去看待更多的人和事情 我觉得这是教育给我带来最大的影响吧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能够通过我的一点点的力量 让大家保持一种开放的兴趣态度 而不是目的性非常强的 就是说你可以探索啊 你可以不知道 对吧 你可以做了很多所谓无用的东西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以去玩 是不是对吧 你可以不学习 你可以去玩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量化的 但这往往是能够影响到我们之后成长的 很关键的一些技能也好 我认为我也强调就是 首先你有认知 然后你有基础 你有积累 然后你才能可能去再创作 然后才会有自己更多新的东西 所以我会鼓励他们就是说 我不会强调说你一定要去死进一辈 但是每节课会去训练训练训练 训练到什么程度 就脱口而出他就会知道 突然有一天他十几岁 或者二十几岁 或者五十几岁 他看到这个景色 或者经历这个事情 唉 我七岁八岁的时候 那首诗原来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很多小学 你比如像回想偶书 那是别人六七十岁 八十岁的时候写的 你让一个七八岁六七岁的小孩去理解 他理解不了 他唯一能够记住的就是 这个老爷爷回家去了 然后遇到这个情况 突然有可能真的等到他七八十岁 他深刻地理解那首诗 原来我几十年以前学的那句诗 他说的是这个意思 那我觉得那就对了 谁说现在学的东西马上就能用 那叫工具化 那他直接去学一个技能好了 不用来学校上学了 对 因为可能一首诗 一百个人读出来 他就是一百种理解 那那首诗就是你的 那不是我的 也不是作者 那其实我觉得 他就是学成你的就行了 至于要不要去分析 那个作者行什么 其实我觉得对读诗的人来说不重要 因为隔了一千年以后 我读出来那首诗 他给我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那就是我的诗 每一堂课 如果我这一堂课只讲中国 说明这堂课不够典型 因为每一堂课 它应该都包含了古今中外的内容 比如大叶 大叶从哪里飞来 从斯经里飞来 斯经里就有大叶 但是大叶也出现在古希腊的壁画里 古希腊 五千年前 在圣陀里尼岛上 火山爆发以前 有一个壁画 里面有两样元素 百合花鱼大叶 即使是从西方飞来的 也是从东方飞来的 它飞过了 整个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当中有大量的大叶 红叶传书 是吧 故事太多了 江湖秋水多 那另外一句就是讲大叶的 杜福的事 大叶飞到今天 我们认为大叶是从空间里飞来的 南来北往的大叶 但是我更愿意说大叶是从世界里飞来的 几千年前飞过来的 孩子们只要一堂课就能够点化它 知道世界的辽阔 一只小小的大叶可以从东方飞到西方 从五千年前飞到今天 你想 天长日久 一堂课 一堂课 一篇文章 一首诗 一幅画 慢慢的孩子们就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 被母语滋养出来的人 这个世界就变了 教育的神奇就在于 那原本是精子的 外面包着石头的 露出它的本质 就是精子 点精 成精 教育不承担点十成精的责任 教育更不承担把一个普通人变成爱因斯坦的责任 但是教育必须承担把爱因斯坦变成爱因斯坦 而不是把爱因斯坦变成一个佣人 教育不承担把爱因斯坦变成的责任 有一个叫做君子有酒师 有一个叫做君子有酒师 有一个叫做君子 这就是君子在日常生活里面随时对自己的提醒 你如果能做的这些东西随时都有 有一个相当于一个神明在管理自己在看待自己对不对 他的人生一定是饱满的不会懈怠的 其实他同样是有很强的这种真戒的作用 有这方面的内容 一个人在城市也好乡村也好不管在哪里 他要能够立身能够立住 其实最基本的还是那些 比如你要有自己的诚信 对不对 你有诚信到哪里大家都会接受你 没有诚信 你就是能力再强 很快你身边也不会有多少朋友 你活得也没有太大意义对不对 所以诚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本 这个也在平时把它立起来 然后诚信它是内在的东西 表现出来的什么呢 就是礼和敬 我们对身边的人是有礼貌的对不对 对一些东西是有敬意的 然后呢 能够让自己安静下来 就当你具备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素质之后 又有很强的学习能力 又有很强的自我反思 自我改造的这样的一种觉知 那其实它不管到哪里 我想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教育就是你要弄明白你活着的意义 你到底是谁 你要去哪里 教育的意义基本上来说 要让你成为一个正常的志愿 你的这个平静 其实最后就还得回到我们聊的一个 它回到哲学上去 你回到那个根本上以后 你才能说你现在为什么是平静 你要搞清楚你所面对的事情 和背后你的存在的意义 你今天第一日 我就要去哪里 a i 鱼鳳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